今年前三季各国的经济成长 包括美国欧元区还有台湾 其实经济成长率表现都是不错 前三季大概都创了近十年左右的最高 所以在一片繁荣的情况底下 突然出现有一股通膨的隐忧 从年初以来包括原油、古物、基本金属 这些农工原料价格持续飙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原油从年初大概一桶不到50美元 现在已经破了80美元了 所以这些原物料都是各个产业生产的重要的要素 要素价格大涨当然成本就提高了 厂商当然会把这成本在适当的时机转嫁到零售市场 所以大概各国一样 经济成长创了十年新高 通膨率同样创了十年新高 这个通膨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可以让它舒缓的力量 一个力量是市场的力量 一个是政府的力量 市场的力量其实1980到现在已经40年了 40年全球产业结构 这个可以从一个数据来看 1980年的时候我们进口有两成是原油 也就是100块的进口值里面 20块是用买原油 今天油价已经涨得算是高了 我们进口100块买原油不到5块钱 也就是说对原油的依赖度从20%降到5% 所以第一个就是市场的力量可能就让它会舒缓下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1980年到现在全球的贸易结构也不一样 1980年1979年的时候 这个全球签署了一个叫东京回合的多边贸易协议 1993年签署乌拉贵回合协议 这两个协议是什么 这两个协议就是要求各国降低关税 开放市场 在这两个自由化的这个协议底下 目前全球处于这个竞争状态 所以价格不容易涨 第三个理由是1980到现在40年 我们的所得这个成长 全球大概成长5到10倍左右 以台湾来说大概1980到现在大概成长了12倍 所得成长12倍会有什么影响 1980的时候我们每100块钱的支出 有40块去买食物吃 今天因为所得提高了 花在食物上的比例已经降低了 所以已经降到只有20块 降了一半 这个对通膨有什么影响 这对预期心理有影响 因为买食物是每天买每天买 当它在这个支出里面占的比重 占了40%的时候 它就容易产生预期心理 因为觉得每天都在涨 每天都在涨 可当你花在食物的钱 降低到过去的一半的时候 这种预期心理就会被降低下来 所以从消费者物价的这个全数结构看起来 这个预期心理会被消灭掉 所以从这三点看起来 通膨压力会升高 但是不至于演变成1980或者1974年 停滞性通膨